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后如何取出残余胶囊 以及如何安全地存放适传了药物胶囊 您的医生已经为您选择了适传了 只要依照医生指示 每天使用易得喷吸入器一次 适传了就能帮助您控制COPD的各种症状 让您的肺部及呼吸道日夜畅通 直到自日使用第二剂为止 易得喷吸入器经过特殊设计 让您轻松拿 使用简单且容易清洁 不同于您以前曾使用过的吸入器 借着本片 您只要花一点点时间熟悉使用方法 您便能很快习惯使用易得喷吸入器 照着以下示范的基本步骤作 您便能很快享受到试传乐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先来看看易得喷吸入器 打开保护盖 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平滑的喊口气 这个白色喊口气也可以打开 像打开盖子一样 看到的是放试传乐药物胶囊的地方 这里可以看到刺穿胶囊的针 只要按下侧边的绿色按钮便能看见 我们稍后再回来介绍按钮 要先来看一项功能 先握住易得喷吸入器的底座 然后像这样轻轻地将绿色按钮往上推 便可以看到底部的空间 清洗吸入器时才需要这样做 易得喷吸入器经过设计 吸入器盖上后像这样子 就无法按下绿色按钮 易得喷吸入器的失传了药物胶囊 装在可撕裂的包装中像这个样子 首先将它沿着铝箔上齿痕撕开成两排 从角落撕开背面的铝箔纸 取出胶囊像这样 就能从中倒出一颗胶囊 铝箔纸一次只撕开到一颗的位置 这样一来其他的胶囊才能在包装中保持干燥 将胶囊放入易得喷吸入器很简单 只要把胶囊放入底部 盖上喊口气 就可以从侧边的小窗看到更换过的胶囊 现在我们可以准备服药了 只要用力按一次绿色按钮 再放开按钮 胶囊就会被刺破 准备好后先放松自己 尽可能缓缓地哭泣 无论何时都不要对着易得喷吸入器哭泣 将吸入器放入口中 双唇紧紧咸住喊口气 保持头部不动 尽可能慢慢地深呼吸 如果听到有胶囊震动的声音 然后屏住呼吸直到无法忍受 取出易得喷吸入器 回复正常呼吸 就代表您吸入的方法正确 胶囊里的药粉有吸出来 做一次深呼吸 休息一下并重复再做一次 我们用透视图和慢动作来看 它的运作就是这个样子 胶囊正在滚动并释出药物 请记住 用吸入器吸入 若您已经服用完药物 再一次打开喊口气 倒出空的胶囊并丢弃 关好易得喷吸入器 存放好直到第二天 因为请记住 因为请记住 一天只要使用一次 不清洗 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风干 好方便下一次使用 COPD患者常常都处于不舒服的状态 每日使用易得喷吸入器 吸入适传乐药物 如同示范影片的方法 遵照医师的指示 做呼吸控制和运动 您能因易得喷吸入器的极佳效果 改善您的生活